日前西安市举行了一场扫黄的清扫行动 在行动进行当中 一名按摩店的老板为了逃避责罚 竟然胡编乱造起理由来 今天下午西安市公安局召开紧急会议 对即将开展的为期一个月的清扫行动 进行最后的工作部署 会议结束后 清扫行动小组就立即奔赴行动第一站 在东关南街的索罗巷里 不到200米的距离就汇集了7家按摩店 据些穿着暴露所谓的按摩技师 见到警察顿时傻了眼 更有店主是耍起了无赖 故作强硬的店主在警方的一番质问之下 也演气息鼓 而他的店员们似乎也明白 自己行为是见不得光的 纷纷背对人群用手捂住了脸 在按摩店的后面 用雾板隔成的暗间 昏暗的灯光 挑逗性的强止 让整个空气弥漫着一股不能言语的暧昧 如果真的正如这些店主所谓 自己是正规的按摩店 那么这一查之后 一柜子的安全套 又如何让逻辑回归正常呢 随后西安警方清扫行动组当场对这家名为伊甸园的美容美发店进行了处理 全部工作人员带回派出所 并对店内所有色情交易设施进行就地销毁 这次侵察行动将会成为西安警方打击涉皇行为的一把剑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